這個名為賈莊學的個展 是我在13年的表面工程法的個展之後再一次個展 那基本上我創作的這個技術跟方向跟表面工程法 可以說是某種延續這樣 那當然有一些類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這一次的作品呢 基本上就是我想要讓作品某種程度的消失在空間裡面 那消失的方法有很多 這個消失基本上因為他們是假的 那我想要讓他們能夠有消失的感覺 那消失的方法很多是包括就是 你就是偽裝正的東西 讓人以為你是真實的存在 那包括就是路口處的 我們一般民間修車廠常會出現的 雙柱頂車機 那它利用空間來掩護它的一種虛假性 那那個頂車機就很像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剛好我們絕對的空間有前面的這個櫥窗 它能夠讓過路的人看到 很清楚看到櫥窗後面的那個東西 那頂車機在那邊 對於那一些不會進到化行空間裡面來說 他們只會覺得那邊好像有一個頂車機 那種電線桿工廠他們會做一個變壓動作的變壓器 然後那個變壓器會發出一個持續的低頻聲 那種歐音聲 那它的一些金屬的段子有裸露出來 然後也有從線上衍生出來的電線 似乎好像 觀眾可以猜測它是真的或假的 然後會不會有一種危機感的產生 是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這個低頻的歐音聲 基本上是我自己的歐音聲 每個人在對應 像好比說狗來講的話 有養狗的人看到那個作品的感覺 跟沒有養狗的人看到的感覺不一樣 那牠在門邊的狗狗 看起來像狗狗 然後牠會緩慢節奏和呼吸 那基本上我大概做到七八成像而已 因為我最終還是不要讓人家覺得那是真的狗 就是我覺得牠還是要有一種加強的感覺 會多為一點可愛的樣子 如果要做得太真實 如果要做得太真實 你的有一些感覺會跑掉 最後這個 這邊 做了一個那個 破車箱的後門 然後它其實只有一片的 那我們透過一個擺放的角度的安排 就是製造出一種在畫廊前端看到 會否以為後面好像似乎有一台車子的那樣子的錯覺 那隨著它進入到整場的內部來 它終究會發現這是一場片局 它畢竟只是一個雪掛的一個片狀物 然後另外就是還帶來那個脫掉狗 那脫掉狗基本上就是 一種我覺得可能對我來講 有一種某種程度的恐懼 對 就是某種恐懼就是 開車都會怕那個東西出現在你面前這樣 這個作品總共有五件 那 我自己來講的話 就是我喜歡作品 呈現出一種 自由行政或者是說 各自發想的那個想像的空間這樣 我喜歡東西自己鼓勵的存在 然後 它就是一個劇 一個 一個巨像物 然後 它有它自己的 說故事的方式 然後每個人 看你每一個人 因為一間我做的東西 都是生活裡面的東西 都是生活裡面的東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